来 文文 爸 你 你不是 不是要 给 给我看礼物吗 我就是你的礼物啊 zew妮 哎 哎 别动啊 闻闻闻 不是 你这是干什么 干嘛呀 闻闻 你别闹是不是 闻闻闻 不是 不是 不能 不能 闻闻闻你听我说 闻闻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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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动 女动啊 不是 外面有人敲门 你别管我 不是 不是 闻闻闻 不是 你让我孙迪看一下 我就看一下 不行 不行 我去 我去看一下 我去 你让我看一下 我看看 马上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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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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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 你 你找事了 来 来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怎么着 在我姐那儿听了谗言 见着我心虚了是不是 什么话呀 姐夫也替你担了不少事 不少事了 得了吧 不就帮了我那么几回吗 见天挂嘴上 我以后不让你给我担事了 我用不起你 姐夫 你不帮我就算了 我找外人帮忙 你们还阻挠我呀你 太晚了 太晚了 先回去吧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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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 你担我干吗 你 你都不让我进来 不不不 翁翁翁 小宝 您要是真心觉得做事不利的 不利的 不利的 就拿出点实际行动出来 下半年我那房租 行啊 李仲仁 你对得起我姐吗 你对得起我姐吗 你太没良心了 我让我那么一直看重你 不是 你听姐夫给你解释 你别叫我姐夫 我没叫你姐夫 我不会再叫你姐夫了 行行行 你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到现在没有做过一件 对不起你姐的事 你当我傻呀 小舅子发现这种事 都是用什么解决 武力 真的别动 看我怎么来收拾你 你别折腾我愤 我折腾 你又我吓唬你呢 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事你是过不去了 我早就发现你俩有问题 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人的心肠好 没想到纵容了你们 我这就给我姐打电话 你不用给你姐打电话了 我跟她压根也没关系了 你刚说什么 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 你太可爱了 用这种事儿当挡箭牌啊 你信是吧 你等着我给你打赌你看 你先别打了 我来你看 她胡说什么呢她 你看清楚啊 肯定有日期啊 你们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我现在不存在什么 出不出轨的问题啊 我跟她就不是那样的人 这是假的 谁不知道百十来块钱 就能买个假的 我们至于吗 这样你要再不信 我把你姐叫来行吗 你叫 你叫 喂 喂 什么 我 我这就过去 姐 你就说这个证是假的 她要是出轨了 我给你做主啊 你别待着去 你不用这么看着我 我要是不把这证给她看 她不会放过我的 我就是不给她看 她也会把你叫过来的 咱们俩人这件事怎么说的 咱们俩人这件事怎么说的 那我也不能因此背上一个 婚内出轨的罪名啊 只是包不住火的 你先别说话 你先消停会儿 袁军 咱俩回家说 我不回 事情没弄明白我就不走 咱俩回家 我让你明白的够 你行吗 周元 反正事情都已经漏了 就这样吧 你也不用心理压力那么大 咱车到山前必有路 咱走一步算一步呗 不行 我老丈人心脏有病 你知道吗 我得等她把这手术做完了 我爸还着急 我有没有男朋友呢 我都不敢说 这样 这样 你先回去 我得去到市场那儿 那小子他一个人搞定 他不好对付 我就不相信了 他还没你在意他爸的病 这小子没心没肺的 要不然不至于惹那么多祸 你 你先回去吧 这问题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解决 行 那你踏踏实实去吧 那你千万别冲动啊 冲动是魔鬼 那我也先回去了 先回家 姐 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跟李中元早就离了 那你们为什么瞒着大家 因为咱爸的身体啊 因为咱爸的身体啊 我们是想等爸做完手术 恢复好了以后 再告诉大家 再告诉大家 你又来了 那一个呢 说到哪儿了 该说的都说了 好 多说了也好 芬哪 你姐跟你姐夫啊 是因为相信 打住 你已经不是我姐夫了 没事 那你在我这儿啊 永远都是我小舅子啊 都是比亲弟弟还亲的小舅子 那么我们呢是出于相信你 李中元你就别假惺惺的说这些了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今天这件事情确切地说 是你被抓了现行无奈招供的 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 我这一天天我做贼似的 我为了谁啊 你为谁啊 我告诉你李中元 这大房子已经不是你的菜了 缘分知道了不算啊 什么事啊姐 看来我不意中还帮了你的忙啊 一边待着去 别这么跟分说话 咱们现在三个 好歹是一个战号里的人 是不是分 我告诉你啊元爱君 这件事情不能让家里的任何一个人知道 必须要保密 你可以不用担心别的 但咱爸的身体你必须得担心 听见没有 是 你姐说的没错啊 就是我活出去了大不了我爸 给我往死了揍一顿 但不至于崩了我呀 但是你爸身体这个状况 现在不能说这事 你得往心里去啊 你们说的我都懂 我也心疼我爸 放心吧 姐 姐夫 不是 哥 这事我一定保密 你你你该叫姐夫还叫姐夫 没事 没事 现在改口太早了 等到公布了以后再改口吧 也是也是 现在还不能改口呢 行 姐 姐夫 这个忙我就义不容辞地帮你们了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嘛 分 你你你 你这是想到哪儿去了 我的心思你们应该都知道啊 我的心思你们应该都知道啊 陈天抓耳脑在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事业 而我的事业怎么起步呢 全都寄托在这个微电影上面 可是 你们作为我的哥哥姐姐 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哥哥姐姐 却连身一身元首都不愿意 我感到非常伤心难过呀 是啊 分 我们也挺难过的啊 你姐夫啊 没有这个这个这个 雄厚的财力 所以呢 也支持不了你什么大想的 你说我一没缠结款 我二也没中过奖 这样 表示我们的诚意呢 就把你下一年的房租给交了 行不行 你别掏了 回头姐夫把钱打得你卡上 你要供他一辈子呀 姐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不是你亲弟弟啊 喂 你姐我对事不对人好吗 行 不给不勉强 你不给有人愿意给 我怎么就想起我妈了呢 给我妈打个电话 走走走 你这孩子怎么太淘气了 谁说不给了吗 你来来来来 来呀 姐夫跟你说呀 这事还不好解决吗 这是什么大事吗 走走走走 你什么时候看着熊个讹人了你 这怎么叫恶人 这换蛋听啊 行吧 你别理你姐吧 你看啊 是这样的 经过我深思熟虑啊 我觉得光包一年的房租 这个跟我不帮你这事的比例不大 为什么 过去军统想搞个情报 那可是花大价钱的 金条都一根一根的 别别别金条了 你这烦你姐夫卖了也换不来一根了 我不要金条 我就想了 我那个微电影什么都不缺 就缺投资 你多少加点浪 等回头啊 我可以在片尾给你这人做打广告 我也可以让阿联 在里面加个看牙的镜头 还不是我说了算了吗 姐夫 这种软广告所带来的经济效应 可是无法估量的 明白 姐夫都明白了 就关键是姐夫现在也没有这个实力来 打这个软广告啊 其实粪子 你掏一年房钱也不少了 也算是从根上支持你的事业 要不这样 你要觉得还欠点什么 咱们从别的地方看看 再找不找吧 行吧行吧 那你说吧 你想怎么支援 反正一年的房租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提一个 那你就给我办张信用卡 每个月刷卡的钱你给我还 行吗 行 就这么定了 行 行 姐夫 办好了 办好了 你先等会儿 正好啊 我这儿有一份那个保证书 你给我签个字 什么保证书啊 就是保证你不会把我 跟你姐离婚这事 给我们捅不出去的 保证书就不用了吧 我既然答应你了 就会说到做到 大丈夫一言计出 什么码都难追 这个道理我懂 我知道你懂这道理 来 你先看看 字啊还是得给我签的 白纸黑字 这双保险万无一失 小卡片还在我这儿呢 卡 一手卡一手保证书 老虎 以后再也不用愁没钱花了 我跟你说啊 这卡不是印钞机啊 优着点一个月两万 两万 嗯 这也太少了吧 先少 先少 细着点花呀 傻孩子 哎 姐夫 小姐 单子你赶紧 嗯 我一会儿再点 好 谢谢 来了啊 来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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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明白了吗 保证书 你怎么做到的 你不会答应给他投资了吧 哪有那财力 对 你就有的财力也不能啊 我递我了解 什么钱到他那儿都打水漂 我知道 问你 带给他什么条件了吧 我给他办张信用卡 每月刷了钱我帮了他 你疯了 你给他办信用卡 你不等着他每月给你月月刷爆 让我把你刷了轻家荡产呀 我不傻 那卡有限额每月就有两万 两万还不多吗 你有多少个两万被他刷呀 那谁像咱们俩有把力 被他自私钻在手里的 是不是 破财别栽吧 再说了你说 给他办卡之前 三点两多个我要钱 那加起来数不比这事 行 那个他刷的卡 我替他还啊 你甭管了 那你干吗呀 我都跟他商量好了 你是不是瞎掺和 谁瞎掺和了 那是我弟 再说你已经不是他姐夫了 你没这义务 你看我最不爱提到舅里说这话 什么叫我不是他姐夫了 他就算不是我小舅子 那是不是我弟呀 再说他不光帮着你们的家里 也帮着我们的家里 是不是我应该出点血啊 那这样 你一半我一半 你咱俩A一致 我求你了 你别给我一点钱 每个月算来算去的 废不废事啊 你要是实在觉得过瘾不去 这打饼起 每天的午饭你给我包了 这包午饭呀 这也太便宜我了吧 真的我求你们 别给我算得不清楚行吗 真的 明天中午 豆角焖面 怎么了 你不腻呀 你天天吃 要不给你换一口 别别别 千万别换 我就好吃这一口 就是你做的 豆角焖面 好吧 还要起来了 李医生不在 他出去吃饭了 出去吃饭了 跟谁去吃饭呢 不知道 又不报告 你们俩听好了 你们俩听好了 你们现在是李中元的秘书 他去哪儿吃饭 跟谁吃饭 你们俩必须弄清楚了 不能一问三不知 小叶 你给他打电话 告诉他我来了 让他赶紧回来 他什么情况啊 还支持起咱俩来了 这是把自己当成老板娘的节奏了呗 真急为是 真要是老板娘的话 李医生去哪儿能不告诉他 就是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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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换衣服去了 你怎么算来了 你去哪儿了 我吃饭进来吧 中午 跟谁啊 一个朋友 哪个朋友 小时候一个朋友嘛 好好好 我问了 怎么了 我来就是问问你 昨天晚上怎么样了 你跟缘分那事解决了吗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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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搞定的 这就是搞定了嘛 反正他也答应了以后 不再说离婚这事了 这样 你们那点事瞒来瞒去 到底要瞒到什么时候啊 怎么说呢 你说 盛伦他爸现在这个手术的事啊 弄得大家都非常紧张啊 谁也不敢说呀 是不是 这处于非常时期的一种 非常处理方式 周远 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 名正言顺地做你女朋友 这 其实一直都是名正言顺的嘛 只不过是一个名分的问题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 名分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谁说的啊 重要 是 重要 但他不是那个排第一的重要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排第一 是 是 那我 对 我的意思就是重要 他确实是重要的 就是他 是的 就是 Ouya 他我们也找到 她是 她不想商量 和其他肯定的 谁知道呢 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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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你能选择人 boun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行啊 小雷 行了 算你狠 三千丝 三千丝 行了 算你形成你姐夫 怎么进来 这样就不能倾家当场了 不舒服啊 没有 你的斗角热面 谈个恋爱至于吗 追得这么紧 不是 这是刷卡信息 有点这样啊 来 我看看 我 这一上午刷这么多呀 这打劫吗这不是 不是 我是为了花点钱把让她是 李中原你为什么呀 为什么非要给她办这个卡 为什么对她有这么有耐心 我 我不是为了你吗 不是 咱俩之间不是说好了吗 等你爸这病好了 才公开咱们的事是不是 我现在觉得 花点钱把缘分这头摁住 直 直 这有点多少 你们家那个 要跟你视频 那 平吧 我听听 那你别出事吧 又怎么了 你在哪儿呢 都我这事 肯定在单位啊 你旁边有人吗 就我自己 你怎么觉得脸色不对呢 你转个圈我看看 你要我转一圈 那你为什么要我转一圈呢 那我转了 你看转了一圈没事吧 好吧 那你忙吧 我下午再给你视频啊 好嘞 拜拜 你吓死我了 她是得了那多疑症吗 干吗呀 她要 我们俩都已经离婚了对吗 但就算是离婚了 我也是你发小 怎么着她还不让你 跟别的女生接触了 你小女孩你是不是 你这么小的事 你还往心里去 谁往心里去了 你这图什么呀李仲元 图浪漫 图那点小女生的 关心 爱心 这是过日子吗这是 什么也都 我要中膳了 你要没事就去忙吧 谁愿意在你这儿待着呀 去 你们原家人真是热不起啊 进来 姐 你叫我来干吗呀 你没找质本呀 可得让你姐夫的信用卡了 错 是钱姐夫 说办都买什么了呀 几千几千的刷 你怎么知道的 废话 我当然知道了 你每刷一笔 你姐夫那个 短信上就有提醒 我去 还有短信提醒呢 这也太奸诈了吧 我得让她把这又给取消了呀 袁晓军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你姐夫好说话 你就这么欺负她 我哪儿欺负她了呀我 你这一天刷刷刷的就是欺负她 你姐夫她不是什么大款 她开一个牙医诊所她不容易 那钱都是一分一分挣来的 你就别认真性 是刷她的钱了行不行 你快行了吧 现在开始护着了 早干吗去了 还有啊 别一口一个姐夫了 她早就不是我姐夫了好吗 我管她赚钱容不容易呢 我就给她造 我这也是替你报仇啊 你替我报什么仇啊 替她抛弃你的仇啊 谁告诉你 我是被她抛弃的呀 不是 我 我可恶啊 那我就报她 使乱中气 荒淫无度 令结新欢 姐姐 你行了吧 龙公我就知道 这本几个成语 你瞎用什么呀 知道什么意思吗 那那那 大概起义那个意思吧 我告诉你 袁矮军 我跟你姐夫我们俩是 因为性格不合 和平分手的 你不要去胡思乱想知道吗 还有如果说在这段婚姻上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是我 你姐 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什么不对啊 你让我姐夫戴绿帽子了 别别别别大脸 我还靠脸吃饭呢 有话好说姐 别别别走走走走 这干吗来了呀你说这是 你怎么没有 你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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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她的眼人 有点有点 你怎么想的 我说我们小谷瑞 我还没有发现 我小心 行 你这个没问题啊 下周来做这个 征管治疗就行 然后你现在出去 就可以把 下次来的号先约上 好 谢谢李大 别客气 医生 袁总来了 您怎么上这儿来 有点声要跟你说 没 您 不用 不用 别忙了 没事 那我先出去了 好 好 好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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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呢 等会儿啊 这个 是缘分刷你卡的钱 你拿着 不是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事我已经想过了 绝对不能花你一分钱 你自己挣钱不容易 你又不是什么大挂 再说我太了解袁亚军了 就他那败家速度 早晚有一天 得把你这牙针所给败光了 你信不信 你是不想管我犯了吧 谁说的呀 钱你收着 犯我照管 我跟你说啊 你要把钱搁这儿 我下一份 能给缘分送你 你信不信 能别闹吗 我没跟你闹 所以你就把钱收回去 你让我翻脸了啊 就是 一 credit 妈 钟哲 呦 爸 怎么 您什么指示 过几天你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那个 那个 不是 什么日子 不你脑子一天都想什么呀 一点正事都不往脑子里进 是不是 不是 爸 您 您 您先别急 您先别急啊 那个 什么日子您说 我这两天 我真是实在太忙了 我这一下 我也没想起来 我这 你说你 你还说人盛蓝脾气不好 就你这样 人能脾气好吗 那个 你别对儿那么凶 老云 你看看我们家老李这脾气 不是 不是 爸 我 我这又怎么了 我 你们两个结婚纪念日 还用我帮你记着 你怎么跟人当老公的你 您说了这事啊 那这事 这事我 我记着呀 我一直都没忘啊 不是 我以为您说的别的 什么事呢 你说有什么事 比这事更重要啊 那没有什么事 比这事更重要了 那您说的对 您说的对 那你怎么打算的 咱们庆祝 汇报给我听 我 我呀 其实 我都安排得妥妥的了 给盛蓝礼物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就是想到时候给他一个 一个大大的惊喜 您要是让我现在跟您汇报啊 这可能就缺少一份神秘感了 您说呢 礼物准备好了 在哪儿呢 我们怎么没看见啊 那礼物当然在我这儿啊 你们怎么看见 我们现在四个人就在你们家呢 你说都下班了 你们都去哪儿去了 这点下班为什么不回家 在外头窜什么窜 不是 你们怎么老搞这种突袭呢 屁话 就是得搞出袭 不搞突袭 咱们能客敌之声 不搞突袭 咱们知道 你们背后搞不搞阳奉阴违 我现在命令你急兴趣 马上出现 不是 老李啊 你怎么跟郑元 就没有好好说话的时候呢 就是 你老这样我可不答应啊 那是我女婿 老袁啊 这个混小子 从小就这么散漫惯了 你要不管她严一点 她能让盛楠满意吗 你说这一天天的真是 来 爷子 你听见没有啊 听着了 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呗 这半天了也没说什么 盛楠 还是你跟我回去 见我父母的事 这个事情我真的是 很认真地考虑了一下 我觉得吧 就咱俩目前的这个关系来说 现在见你父母太唐突了 盛楠 我跟你说 我追你不光是谈恋爱 我是想跟你结婚过一辈子的 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可结婚呢 就是两个家庭的事 所以呢 你回去跟我见我的父母 对他们有所了解 如果您对未来的公婆 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我绝对在第一时间里 帮你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为我们的幸福的婚姻的生活 铺平道路 说完了吗 说完了 喂 好 我出去回去 家里有事 我出去回去 怎么怎么每次不看我来 跟你都这么慌慌张张的 这什么事啊 上去咖啡 不是呢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的事 你可得好好考虑一下 盛楠 咖啡 你 你怎么来了 你要出去啊 你有事啊 来得走 我们来得挺啊 不是 你 你什么事 你敢你说我这儿有急事 姐夫 那卡让我给刷爆了 粪子 就你那么个刷法 什么卡刷不爆啊 你下回能注意点吗 是是是 下回我一定注意 那个 你打电话给银行 提升一下额度呗 我发现你这脸皮系呢 修炼得厚而无形啊 晓鸥 你别一样怪气了呀 我就这么一问 你不答应就不答应呗 也没勉强你 你不答应 我就跟我妈说 你俩离婚的事 你俩离婚的事 快快快快快 又怎么了呀 你你包 包里面我 我看看你这包里什么东西 干嘛你 干嘛呀你这是 姐夫 怎么了 你这一包的东西都是刷 我看买的我看看怎么了 不行啊 你还用这个呢 我买来送人的 人家知道吗 给人家一个惊喜吗 那你别送了 这是归我了 姐夫你打劫啊你 不是 你把我卡都刷爆了 我要你个东西怎么了 那姐 我这事比你重要 姐夫 你给我 你给我姐夫 怎么了 给我 你 你太小气了吧 你给我你 你干嘛呢 你 姐 我姐夫抢过香水 我 你还用香水呢 我买来送人的 还没送出去呢 就让他给抢了 这香水是你刷你姐夫卡买的吧 不管我刷谁的卡 那只要是我买的 那是不是我的吧 你和我闭嘴吧你 盛南 你记住啊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啊 你别打乱我计划过 什么计划 不是 你知道他们几位 为什么突然杀到吗 因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啊 我爸电话里跟我说 说我没记着这日子 我说我记着了 他说礼物买了吗 我买了呀 不是 我后来一想 快真没给你买什么礼物 这不是 我一会儿上楼 我就把这拿出来 你就做一个惊喜的样子 这事气候 你说为了这么一个 结婚纪念日 他们真的这么兴师 动众地跑过来呢 我怎么知道啊 你就记住 千万别上帮就行了 你俩累不累啊 这出戏啊 我倒是觉得姐夫 你能装挺香 关键是姐 姐你能装出惊喜状吗 盛南 虽然这么多年 我没给过你任何惊喜吧 但是我希望你看到 老人的份上 你怎么着你 我能 多大点事啊 我就是导演 我给你们导演一遍 别信了 你是大乐祸的 谢谢 妈 回来了 都回来了 远远远来了 来得起双双禁闻呢 我爸呢 爸 在里边呢 爸 都回来了 我送我吧 走啊 您把这书房子 赶紧进去好 爸 我社会找抓您的 爸 你瘦了 仲宏 你不是给盛南 准备好礼物了吗 现在当着大伙的面 把礼物给他吧 这 这个 礼物还是等到结婚纪念日 当天给吧 我想看看 不然 我就知道你臭小子 满嘴炮火车呀 哪儿敢呀 我还敢忽悠您 这不在这儿吗 得 那也拿出来了 老婆 结婚近日快乐 老公 谢谢啊 您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 我就想做你肚子里 一辈子蛔虫啊 还没好好包装呢 希望你不会生气 我当然不会生气了 你都给我买礼物了 谢谢啊 那就好 你们有发现圣男变样了 那当然了 当然变样了 原来又有女人味了 这样好 以前像个假小子 女孩子就得有 女孩子的样子嘛 谁说的 圣男以前装满的也不赖啊 他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谢谢爸爸 那个我 我打算以后 走温柔路线了 这样好 女人呢 就得当仙妻良母 把门关上 把门关上 好 把门关掉 爸 您想说啥 干吗非得在这儿说呀 我没有当人面说呀 我是想给你留点脸 您这样跟当人面说有什么区别啊 谁不知道你把我叫进来 是准备训话呀 你坐下 我还是站着吧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现在 还不算是一盘正经菜 爸 老身常谈的词您就别说了行不行 您换点新鲜的 那我问您 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呀 单位给你开多少工资 无险一斤都给你上了没有 爸 这不还是老话题吗 我过年回家的时候不是跟您说了吗 我今年准备拉投资 拍电影 那你这算不算老话题呀 你说了几年了 你到现在你拍点东西呢 你那个影呢 爸 您不懂 现在不是懂不懂的问题 我跟你说过没有 说过没有 我给你最后半年的时间 行就行 不行 咱踏踏实实地找份工作 现在都大半年了 你现在怎么着啊 爸 说您不懂您还不乐意了 这一个电影哪有半价就鼓刀成的呀 那你还想浪费多少时间啊 爸 好了 好了 您别生气 您消消气啊 等回头啊 我找俩圈里的朋友跟您交流交流 您就知道您儿子拍一个电影 有多不容易了 你别老嬉皮笑脸的 你站好了 爸 现在我知道 干净事情不容易 可是咱们没有那个金刚钻子 你就别懒这个瓷气活 那演员干不了 你干吗非得要干哪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跟你妈妈对你没有高的要求 也不指望你成什么大器 就希望你啊踏踏实实地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过日子 你这年龄的也不小了 你就这么吊儿郎当的你 你混到什么时候啊 孩子 好了 好了 爸 我知道了 您再给我点时间 我这就快有谱了我 你这话 你 你说 你说 你跟我说了多少遍了 这回绝对是真的 爸 我那个电影啊 编剧正在写本子呢 投资也基本有着落了 等编剧的本子出来 我立马就开拍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 前功尽其了挑子呀 你说是吧 等那个电影拍了 我一定让你们每一个人大吃一惊 这房间啊 里里外外有个打扫干净的啊 床单 背罩都是换了新的 白天你们没事可以上六号楼 跟他们老两口来聊天什么 挺好 那辛苦你了 儿子 来 给你爸去做点水 我吃到水了行李 好好好 您别累着了啊 爸 爸 您衫衫上去坐好 您倒杯水吧 周元呢 你和盛乃有动静了吗 没动静啊 不是一直好着呢 有什么动静啊 你有装什么糊涂 我问什么你不知道啊 那 那方面 你怎么一直在努力呢 上次我问你的时候 你就一直说在努力 都努力两三个月了吧 是 这个 孩子这个事 这也不是着急 就能着急得出来的是不是 他主要还得看缘分 爸 晚上九点后 请问苗曼之天使用小心反胃 对 还得看缘分 听完了 爸 谁啊 没谁 是盛楠 不是盛楠 我听也不是他的声音 谁啊 一个保健医生 保健医生 九点钟以后什么意思 九点以后 不是 他是说九点以后就 我就不要吃甜食了 因为为了孩子嘛 所以请了个保健医生 再调理身体 您不信 您不信的话 那要不您自己听听 您不信 妈 你看你快出来吧 怎么了 我为了孩子请个保健医生 我爸又有意见了 你这 那保健医生好啊 那保证孩子优生啊 你看你这个 保健医生越来越糊涂 对呀 保健医生好 妈赞同伙 我妈给你带了这个 牛皮 你和盛楠的保证少人家 谢谢 姐姐 你和盛楠的事要给我抓紧 我命令你 来 抓紧 来 抓紧 行 抓紧 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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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这老家的总盘子包 爸爸 喝点水 吃苹果吗 给您削个苹果 好了 好了 妈 您别唠唠了 真得走了 你爸刚来 你怎么也跟他说过话呀 我忙着呢 晚上约了朋友谈事 真是 别拦他 你把他拦下来 人在这儿 心不在这儿 有什么意思啊 让他走 爸 妈 那我先走了啊 改天再来看你们 咱爸姐啊 你小心点 别吵祸了啊 放心吧啊 这臭小子 也不知道一天瞎忙什么 你说这么长时间 没有见面来 他怎么就不想着 陪爸爸妈妈再坐一会儿啊 聊一聊啊 老袁 你也是 你见了艾军就训他 他能不怕你吗 能愿意留下来吗 爸您要是想他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明天过来陪您吃饭 你别打 他心不在这儿 太不懂事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当爸当妈的多惦记他 这就不懂事了 这 太难受了 我这心里 老袁 没事吧 来 你先喝点水 吃点药 爸爸这样离婚的是 回来了 你爸你妈那边都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床单背照都给换了新的 关键是你那林黛玉的 明白 第一时间处理干净了 那你爸你妈说什么都没有啊 能不说什么 就是要孩子那件事呗 你爸怎么了 我刚进门看他脸色不太好 你妈跟那儿一个劲劝呢 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袁爱君 你说我爸就是想跟爱君聊聊天 看看他最近在干吗 谁知道他找个借口又走了 你说这袁爱君 为什么就这么不关心 我爸的身体呢 你爸这个病啊 可得小心伺候着 身边离不了人 你弟呢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林黛玉追得够紧的 你弟又刷了我两千毒 额肚还没刷完呢 我又给他提了一万 李中原 走点事 千万别让你爸妈听见了 你疯了吧你 你现在赶紧给银行打电话 把那额肚降下去 不然他没完没了地刷 非常时期破财免灾吧我跟你说 等你爸这手术顺利做完 再收拾他不迟 对 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不可 回头让他给咱俩当牛做马 凭什么呀 那是我弟 那就洗洗顺后 肃塞 那儿 盛南 盛南 你怎么又来了 我想你啊 快拿着花 我不都已经跟你说了吗 我爸我妈最近来了 咱俩 我最近挺忙的 咱俩就先别见了 盛南 你知道 我这一天不见你 我心头慌 笑笑说 嗯 盛楠 就算你的父母來了 也不至於見不上面嘛 偶爾地吃一次飯 也耽誤不了你多長時間啊 不是 直接 盛楠你知道嗎 我把咱倆的事情 跟我父母說了一下 你猜怎麼著 他們特別想見你 你看你要不要長個時間 我們不行不行 真的不行 你說 我爸我媽這次來 他們不是來玩的 他們是來給我爸看病的 我爸還得做手術 我說實話 我現在沒有心思去考慮別的 再說了 我還沒答應做你女朋友呢 對吧 不是盛楠 行了 到此為止啊 你要是再繼續往下說的話 我就跟你翻臉了 阿蓮 你快看看 她給我買東西了 你這麼著急把我叫出來就會說這個 你不是說她要是給我花錢的話 就說明她喜歡我嗎 她給我買了呀 證明她喜歡我呀 我戀愛了文文 我太激動了 我這好都是同事呢 人看見得多不好啊 好 好 你快看看 這個包我已經看了好久了 我一直都沒捨得買 今天緣分二話沒說 直接給我付了錢 下了呀 這麼大 我主為妳說 我已經 enseñ了 如此 orable 什麼 其合作 一個 我 我是为了 你又我 你又有废了 我 pivot 都我在喇息 我的废话 你们在买下 你又在眨下 我 我要担心 你 需要 你又要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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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拥有 我靠你 把你力气 我靠我 靠我 靠你 我靠我 但是我的买 我靠我 你现在还捅 我走路了 我早就糊涂了 你别糊涂啊 我跟缘分的终身大事 还得靠你帮我分析呢 不过我怎么就觉得 今天缘分的举重 充分证明了 他这辈子已经认定我了 是非我不取的 喂 文文 我爸 你结束工作了吗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呗 我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 我今天出差来 来学习了 我现在人在上海 你出差了 你什么时候走的 今儿一大早啊 你看我这忙来忙去 我都忘了告诉你了 你讨厌 你出差这么事都忘了告诉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我真是给忙忘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怎么也得一个多礼拜吧 现在还说不好 那么久 你这出的什么差啊 来了 你看你看 叫我过去忙了 我先工作啊 然后我一会儿再给你通电话 行不行 先这样 小爷 你 你跟妙妙进来一下 来 林医生 找我们什么事啊 是这样 最近家里呢有点事 我要请几天假 凡是挂我这个号的病人 你们先转到胡医生 张医生那边去 好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那个韩文文 她如果来找我啊 千万不能说我是请假的 就说我去上海学习了 知道了 身不由己 韩小姐 韩小姐 李医生她不在 她人呢 她去上海了 去上海 韩小姐 她真的不在 韩小姐 李医生她先去上海了 对对对 她去上海干吗了 学习 她哪天告诉你她要去学习的 昨天 到底哪天 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我昨天早班没在 今天早晨 李医生才给我打电话说 去上海学习的 对对对 她昨儿没在 我在 今天一大早要出差 知道跟你们说 不知道给我来个电话 你们觉得这符合逻辑吗 不是 你看着刚吵 你要把这些全倒也得了 不用了 剩这些你也做吧 不然我再倒点醋 来 好 可以 然后白糖 走过来 好 你玩来了 小 小 来 怎么了 烫着了 你也欺负老爷 不用用菜糊了一会儿 不看 我看看 没事 没事 我来吧 我来吧 这什么呀 这小两口 我挺看的 帮你拿个盘子吧 我看他们俩啊 不用担心 妈妈 妈妈就好啊 要个孩子才是真的 对呀 赶紧生个孩子 帮忙帮着带呀 吃饭了 你来 我问你点事啊 那个病历给周主任看了吗 看了 他怎么说 情况不是很乐观 我跟周主任聊过了 他这两天啊 就再安排一次专家会诊 手术的事呢也会尽管安排 你别着急 我跟你说现在每一个人 都把这个事啊 当成头颜大事来做 大家都会尽力的 所以你自己先 千万不要多想 来 好 谢谢 谢谢啊 吃饭 您拨的用户吗 天伤后再拨 您拨的用户吗 天伤后再拨 你怎么就把得着 的用户呢 您拨打的用户呢 刚才做的用户吗 谁会以为你拨打的吧 你真是拨打的用户呢 我不给你弄点这个 你就只好省这个 上来 谁啊 正元啊 是不是好 是你呀丫头 你是不是找盛楠啊 对 他们两口在住六号楼 这丫头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你这真好心啊 要不然 老李 刚才谁来了 盛楠的闺蜜 她是怎么进来的 是不是盛楠给她的钥匙 李中原 你个大骗子 你居然敢骗我 文文 李子健 你怎么在这儿 我特意来找你啊 找我啊 你现在平静些了吧 我麻烦你有什么话能快说行吗 我发现你真是袁胜男的中粉 出现得太事实了 小不忍女责乱大麻 君子厚德而宰 他俩都住一块了 我怎么忍啊 你能我不能 他俩住在一起 是因为盛楠的父母来了 伪装是必须的嘛 李中原个骗子 还骗我说出差 太过分了 你别这么冲动好不好 他俩在一起是装的 又不是真在一起 你生什么气啊 你不怕他俩就情复燃啊 哪儿那么容易就就情复燃了 要是那样的话 他们还会离婚吗 你小哥真看了 你觉得这袁胜男他爸的病 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学着吧 就算咱俩先不通过这种窗户 那咱们也应该先见见他们爸妈呀 打个照面什么的 还可以探探实际情况 见机行事 不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啊 咱俩就与朋友的身份 去探望他们的父母 这又什么的呀 这么的爸 你要实在害怕呢 你去了不说话不就完了吗 我说 出了什么事我来顶 这总行了吧 祖人爱情者 虽难必诛 好 喂 月月 盛南呀 怎么了 你知道你们家缘分在哪儿吗 袁爱君 我不知道啊 你找他有事啊 没看他朋友圈呀 我没看 怎么了 那你知道他一般都在哪个夜店玩吗 夜店 不是 你到底找他有什么事啊 我给林一龙打了一晚上电话 他都不接 我刚才一看朋友圈我才知道 他跟你们家缘分在夜店里鬼混呢 还有一帮小姑娘 这袁爱君怎么会跟林一龙混到一起啊 我哪知道啊 那小妖精花燕丽也在 那你就直接打电话给袁爱君 我打了 他不接 你就再打 没准现在玩着呢 没听见 行吧 那我再试试吧 接电话呀 小刘啊 小刘啊 那个 你替我个班 我有急事要出几趟 你怎么在呢 我 我家我为什么不在啊 不是 你先进来先进来 怎么了 什么情况 我找不着我们家老林啊 盛楠的 盛楠的 这儿呢 这儿呢 你怎么还来了 电话打通了没有 打不通 他跟缘分来谁也不接电话 这怎么办呀 你先别着急 你小点事我爸 我妈那时候睡觉呢 爸 爸 谁呀 叔叔阿姨 这不是郭月吗 对 郭月 郭月 这是盛楠和中原的朋友 对对对 那个我们正好进屋说啥事 有点休息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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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怎么个情况啊 怎么还鬼鬼祟祟的 不知道啊 梅春夏你 你赶紧给缘分打个电话 我打他不接 你打他不敢不接 他怕你啊 他怕我什么呀 他现在谁都不怕 他能带着呢 那怎么办呀 这都这么晚呢 你家老林还跟他在外面瞎混呢 那小妖精花彦丽也在 我看他也是喝多了的样子 你说 你说他们俩会不会干出点 什么出格的事啊 那不会 这点你放心 老林他人老实 你可别说他老实 给你看他啊 这就是你们嘴里的老实人 你给我来看看 看看林一龙 这是你们嘴里的老实人 这就算是原形毕露了啊 你看他总用右抱的一样 贼开心 那我还是第一次见老林这样 这一看就喝多了 酒后失态啊 酒后失态倒不要紧 这酒后失德是真的 给你开个缘分打个电话吧 我求你了盛南 不是 我不瞒你说 刚才挂了你电话 我就给袁矮军打了 可是他也没接呀 他现在呀 根本就不怕我 而且你反心可强了 那怎么办呀 你的话都都不听了 谁能管得了他呀 你说 要不你们家李中原处里搜主意 别别别别别你 一出什么事就交那事不放心吗 我跟你说的那时候 我酒后的话你偏不听啊你 你们男人都一个德行 出点事全把自然推酒精神 你说什么 我说阿蕾 阿蕾 阿蕾 又我喝 这样 这 这 这电话我打成吗 我打成吗 那 免提 好喝 我给你个电话啊 喂 开心 姐夫大人 粪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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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林一龙带哪儿喝酒去了 谁 你说谁 一龙 你龙哥 龙哥 姐夫 说到这龙哥啊 我得得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把龙哥介绍给我认识 我那店的投资 龙哥答应给我投资了 喂 喂 投资那都不是事 哥有钱 来 龙哥 别说那些 你把这杯干了 你要是不干 要我嘴嘴嘴喂你啊 言尽你两个人都不许白 老娘是你试的 你试的 谁这么笨发 谁在那喊呢 谁喊呢 哥 我姐夫 姐夫 你让我干吗 你赶紧给我打回去 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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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着急别着急 走走走走 你听啊 听 通了 没人接 我跟你说 不会有人接的 你甭打了 喝多了 你这 喝多能知道自己干什么 第二天醒了就好了 没事了 我不管啊 李中元 今儿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了 你今天就算把地球课翻过来 你也把人物找出来 行 郭月儿 我给你找 但是话我得跟你说清楚了 当初我说过那儿酒话 你不听 我也说了你们别假离婚 你也不听 现在出事你一股脑全推我身上来 得 我认 成吗 我不管 反正就是你撞弄我们两口的 假离婚的 我跟你说就怪你 你皇老公 你这怎么把说我给你说 越来说越离谱了你就 行了行了 你们俩谁都别说了 听我说一句好吗 首先你们俩谁都没有错 对啊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接到你岳父电话 说这小郭大半夜上你们家里来 心情不太好 我们怕有什么事就过来看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小郭和一龙离婚 是你穿着的 不是啊 不是这么回事的啊 李中元 你竟然穿着别人离婚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来你 爸 您别听风就是雨 这 这 这是一个误会 什么误会 你一误一误地都给我说出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 我 我那儿 我那儿 我那儿罪话 他 他 他当真了 他 原来是真的 你不喝酒能死啊你 老李 先别急 先问问清楚 我这不问你了吗 说怎么回事 小郭 小郭 他是怎么篡定你离婚的 你可跟叔叔说 我给你做主 我 我 我 那个 叔叔 叔叔阿姨 你 你们先说我 我 我先走了 你别走啊 你把事情说清楚啊 叔叔再见 说这孩子真是 怎么回事啊 李正元 今儿你就坦白从宽抗击从严吧 今天晚上啊 咱们谁也别睡 一定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这林英龙他们家老房子啊 拆迁 过月呢想 可能多分点钱 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过来问我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想啊 我就跟他们注意注意 我说你们 你们离了是不是就 能 能多分一份啊 我 我那天有点喝多了 你知道吗 我 我 我真不知道 他们拿这话当真了 是 后来 我们两个人还劝他们来着 可是他们不听 不听不听 所以这个事我可以担保 众原不是故意的 你真不是故意的 我顾那一干吗呀 我这不闲呢嘛 你说你这孩子 说话怎么不走脑子呀 那艾军是怎么回事啊 艾军是不知道听谁说的 说林英龙可以分到一笔 很不错的拆迁款 所以就缠着林英龙 让他给他投钱拍那个微电影 林英龙是个铁公鸡 那 那 那人 那艾军 袁艾军啊 他 他没准就是想忽悠忽悠看吧 给他拉到夜店去啊 来 来几个小姑娘 这个迷魂酒一灌 关键是袁艾军 翻朋友圈了 所以那个郭月看到了以后 不就急了吗 就来咱家了 他 他这也当电影拍 这小子太不真气了 太没原则了 一天到晚说是要拍电影 谁知道呢 他是骗人家的拆迁款拍电影 这臭小子太不靠谱 你先别着急 这事还没有那么糟糕嘛 那个一龙不是 没有给那个艾军投资的吗 行行行行 我告诉你 李中原没气好作用 你要不给他出那搜主意 让他假离婚 你说那艾军能够做人这空子 你跟我说 你干吗要出这搜主意 我不是说我了 我当时喝多了吗 以后你把酒给我借了你 我平时我就不怎么喝酒 行行行 我借我借 我一口再不喝我了 再喝我是你孙子 放屁 你怎么跟你老子扯背来你 爸 您别生气啊 但是这个事确实 不能全怪中原 是 老李这事 你怪不着人家中原 我告诉你就这小子 爸 这主意群是中原出的 但是 如果林一龙两口子 要是不坚持的话 他出力主意也没用 周原 以后你管好你那个破罪啊 玉美 您收拾好了没有啊 准备好了 老李呢 还做什么呀 老李 老李 出发了 准备好了 怎么挂 挂断了 文文 你听我说啊 这样不好咱们走吧 走 我告诉你 择日不如壮日 就今天把话全都说明白了 是神的鬼位 是鬼的禁坟 不像你们女人出去 你看费劲 我这罢了你老婆 不是啊 他有脸 不知道 他不看这 这又挂断了 别按了 那有人来了 来 够不够 我回去了 我们真是有事 得出去一下 我们哪儿回来 别走啊 别别别 干嘛干嘛干嘛 你不是去外地学习了吗 我和王子静就是来揣揣你呢 小女士 对 那个小女士 不回事了就是 还有那个 她男朋友也来了 不是不是 我们就是来抗一下伯父伯母 抗伯父伯母 你不贴 不告诉你 你这事别做局了 做局了这事都没好处 那我出去说 那谁让你帮我 出去说 怎么也乱七八糟的 开门看不就完了吗 怎么没人呢 对啊 他刚才四个干话在这儿呢 怎么了 你们俩出现换室了 哪 你说这赶紧弄水去吧 你说这一天天的 真是谁闹的 开门 这边 你不想谈 你不想谈 你不谈以后都不要谈了 不行 我得给中原打电话 搞什么名堂这是 干吗 你先别打 有点人家四个人正在说事呢 你别着急打电话呀 这俩我上次见过 我听盛南说 朕错过他俩谈对象的 没准他俩 这闹意见 找盛南和中原来调和他 不你是管介绍 还得管纠纷呢 你之前来 又不是没见过 那个小韩姑娘 管咱们家中原叫姐夫 那中原把她当妹妹呢 老李啊 那是不是咱们想多了呀 想什么多呀 这本来盗军伯的 多好的事啊 你还给搅和了 就按说这孩子们办的 也是好事 咱别着急 先下一块慢慢等走 那 对 对 啥一盘你也得输 我 三个 别这样子 我 我真的错了 你要不跟你刻意投则了 真的 你饶了我这回吧 行不行 凭什么饶你啊 你骗我 你还联合全证所的人骗我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我就是还去死了 别 别 别 是 我 我不是东西 我真的 我不是人我这回做的 真的 那你说我要怎么着 你能过去这劲 我 我怎么做 你能原谅我 原谅你可以 你得拿出点时间行动 你说 带我去见你爸妈 告诉他们 我是你的女朋友 告诉他们 你跟袁盛南已经离婚了 你 你要逼我这么做 我去死得了 别别别别 你别死了 我死了 我现在对不起 那 干什么你 你别老死不死的行不行 不是 咱俩不是说好的吗 答应了我的吗 不是 就是等我前老丈人 做完这手术再说的吗 我就不信 前老丈人不做完手术 你就不能说 我就不信把这事 跟你爸妈说 你爸妈转了就告诉 袁盛南他爸妈 他们不会瞒着呀 他们不会替你前院夫着想吗 不是 是这样的 我 我爸他现在不能知道这个 我爸那贫气 不是 就算我爸这关过了 你说袁盛南他们那家怎么过呀 又是袁盛南 李中元 你心里还是有袁盛南是不是 行 我现在就上你们家门口抹脖子 死给你沈家看 说说 不是 王子健 你等着我跟你翻脸的吧 盛南 你别着急嘛 这都是韩文文出的主意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组人爱情者虽难必知我 所以你就来诛我了呗 不是 这事我毕竟跟韩文文是一个战壕的嘛 你倒挺会拉帮接派的 你得理解我 你说这韩文文说得也有道理 你跟李中元天天在一个屋里睡觉 你让我怎么想我心里多难受啊 什么 你知道我多爱你吗 我这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先从闺蜜开始做起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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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闹了行吗 这么着我先答应你 等我爸做完手术之后 我就以闺蜜的身份 跟你回去见父母 好好好 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不许再受韩文文的挑唆 我绝对不会了 盛南 我还得求你件事 什么事啊 你不能快点回去跟我见我父母啊 不是 王小剑刚才他俩不都说好了吗 反正你离婚这事都瞒过去了 你再跟别人结婚也是能瞒过去的 你瞒着结婚 跟我回去见我父母是两码事 它不冲突的呀 不是盛南 你不给我点实质性的 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呀 王小剑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按我说的办 好吧 我先撕到南看吧 那我挑海角 别别别别 不是文文你听我说听说 你不用说你中原 咱俩做不了 那弄一块总可以了吧 别别别 没关系 我可以留一书跟我父母说 你 你文文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你 什么就死一块啊 我还没活够呢 我以为我跟你是生死相依的 生死相依那是 那是同甘共苦的意思 谁说非要死一块了 你说你这孩子也太不懂事了 动不动就死死死的 你替不替父母着想啊 我还得替我父母考虑呢 原来我在女性里不是白第一呢 不是 韩文你这么闹下去 我跟你说我 我没法跟你过啊 真的 你要跟我分手啊 你都要一块儿跳海了 分手算什么呀 你真要跟我分手 你要这么闹 我只能跟你分手 老爸 对不起 我不闹了 父母 我不跟你闹 你别离开我 你别离开我 真的文文你别瞎折腾了 生活挺美好的 你这 你说我最近我忙着手术的事 我忙着打击两家老人的事 我真的忙得已经焦头烂额了 你这儿在给我雪上加霜 你让我怎么活呀 我 我真的 我已经快崩溃了 文文 别闹了啊 是 真的 你